杨子新剧《青簪行》曾被三大卫视招商,如今确定登陆央视平台播出。 相信提起杨子这位女星,很多观众们都是非常熟悉了。 杨子是同兴出道的当红小花,一部家有儿女让她收获了超高的国民度,下雪一角至今令人印象深刻。 而之后杨子顺理成章进入影视圈,并且凭借一系列爆款佳作,成为观众们认可的90后电视剧《异解》。 杨子在影视圈可谓是很奇特的存在,极高人气、高流量、高话题、高国民度、好演技位一身,由他主演的电视剧《战长沙欢乐颂大驾风》上都是口碑之作《香蜜沉沉》, 尽如《双亲爱的》,热爱的《青云志》都是爆款之作,对于一位演员来说,杨子确实是相当优秀了。 而如今杨子又一部新剧有了播出消息,那就是与吴亦凡合作的《青三行》了。 这部剧由林玉芬代表作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指导,改编自册册清函小说《三中路》,讲述了由宦官黄紫霞一段爱恨情仇牵引出大唐皇家精心密案的故事,是古装探案言情题材。 这部剧可谓是相当具有看点,首先原著是热门IP,在豆瓣上的评分达到7.9分。 其次是幕后制作班底强大,林玉芬指导了众多爆款作品,捧红了杨幂、赵丽颖、刘诗诗等当红花旦。 最后是两位主演都是当红小生小花,该剧也是男主吴亦凡首部电视剧作品,自然是备受大众期待。 据《西青三行》这部剧曾被湖南卫视、东方卫视、北京卫视三大平台招商过。 不过从央视新春特别节目为大众官宣的2021年好剧名单来看,这部剧确定将登陆央视平台播出。 杨子之前在央视综艺《国家宝藏》当中饰演《文成公主》,也是受到圈内外一致好评了。 相信喜欢看电视剧的观众们都清楚,如今央视平台已经拓宽了选剧的标准, 接纳了不少当红演员主演的新剧上线播出,像已经播过《尤里一丰》、《金陈》主演的《隐秘而伟大》、 以及正在热播由肖战、吴轩怡主演的《斗罗大陆》。 如今再加上杨子,吴亦凡主演的《青簪行》,真是看点十足了。 大家期待杨子这部新剧吗? 感谢观看 这部新剧的提案 这部新剧的提案 这是何之前看拓宾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